哈哈 儿子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 老爸 你的办法就没一个靠谱的 说吧 你又想到了什么 我和你说 雷电是高温的 而灵魂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高温将我们灵魂从体内蒸发了出 所以我们俩只是要找个火炉跳进去 然后一定可以变回来的 哈哈 嗯 跳进火炉 老爸 你这不是交换了 还是想重新投胎吧 哈哈 新办法 喜欢 记得关注手游关